電子股顧問 那首先的話呢 一樣開啟這個練習檔 電子股現在大概台灣 其實很熱的一部分就是股票 如果當然建議將來 如果有一點錢的話 當然還是要了解一下 這個股票 怎麼樣去投資 其實相對如果你會投資的話 相對的那個投資報酬率 其實還蠻高的 不過前提是你要懂得 怎麼去就是找對那個 股票 你不能隨便買 因為其實要問散戶 賠錢的機會還蠻高的 那當然以目前來看 台股其實算相對還蠻高點的 所以從那個 幾千點到現在一萬多點 其實中間差價像台積電來說的話 你看從那個最早我印象中那時候 如果買的話 那當然現在就賺翻 那時候好像八十幾點而已 有沒有現在已經賺五百多點了 今天又大漲了二十幾點 OK 所以如果你懂得投資理財的話 那相對的 你的那個 就是 你的 你的錢會越來越大 越來越增加 但如果你不懂理財的話 那相對的其實 很容易你會發現哇什麼錢好像感覺越來越少了 其實不是你錢變少 而是你會發現通通 像最近我發現買東西 所有東西都變貴了有沒有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特別注意這一點 其實好像感覺一樣的價錢 一樣的金額啦 好像人買的東西其實變少了 尤其像最近很多東西都漲得蠻誇張的 好 那所以這怎麼辦呢 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今天假設 如果用ECEL來做一些股票資料的整理的話 那首先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他這邊也有個說明 這個說明是說 三三這個人 然後以電子股作為投資標的 他想要用那個什麼 簡單 特別注意 有個概念叫簡單的圖表形式 也就是一般簡單叫所謂的視覺化 或者像圖像化 把那個資料本來是一個看起來 你會發現不太能夠理解 不太能夠馬上分析的話 看能不能用很簡單的圖形 馬上就可以知道說幾個訊息 包含就是說著收 什麼叫著收 應該指的就是昨天的收盤 收盤價錢 那開盤的話就是一早 一早他的這個開盤的價錢 然後呢跟成交 所以這三個做一個比較 另外的話呢 這個成交跟最高最低 最高賣到多少 最低賣到多少 那做個比較 所以他是希望呢 你用一個簡單的圖表方式做呈現 那要怎麼樣做一個呈現 他這個地方希望用什麼折線圖 跟那個這個這個直條圖顯示出來 他這邊有什麼 想要以那個橫條圖式 另外或者是折線圖 那通常的話呢 折線圖的話其實比較適合 跟時間有點關係 如果時間有關係有沒有 你會發現 漲跌跟時間 也就X軸是時間 Y軸的話呢 就是數量 那這樣你很快就可以看出那個 時間變化 對於數字的高低 起伏的變化 好那這個地方是他的一個題目說明 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他這邊總共有123 第445 後面的話應該還有吧 456 總共有6個項目 那我們分別把它完成 那第一點的話他要做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點就是調整欄位的順序 也就是說他的欄位順序 現在不是他底下要的 那我們必須把它調一下 也就是說他第一個是希望股票代號 時間 那我們看一下打開這個檔案的話 你會發現股票代號沒錯 時間也沒錯 但是後面這個就不一樣了 後面的話有哪些不一樣 著收跟開盤 再來才成交 所以你會發現著收跟開盤 在哪裡呢 著收開盤成交 所以必須把H跟I怎麼樣 按右鍵減下來 減下之後的話呢 在C欄的地方 點一下 然後把它放到前面 怎麼放到前面呢 記得 按右鍵 記得先選取C欄 然後再按右鍵 插入減下的儲存格 這樣他就會把H跟I 放到C的前面 OK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當然不是叫你說 當然比較不OK的方法 就是有同學說 那我可不可以怎麼樣呢 我可不可以直接 就是說在這個前面 插入兩欄 然後再放 當然也可以啦 只是說沒有那麼方便 所以記得先把這兩欄選起來 然後減下 再到C欄的地方 插入減下的儲存格 他就移過來 著收開盤成交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什麼 再來成交後面是最高最低 買進賣出 好 漲跌張數 所以呢 如果成交後面是最高最低 看一下成交後面是不是最高最低 不是 所以最高最在這裡 就是把最高最低減下 一樣的方法 那在買進的地方 點一下按右鍵 插入減下的儲存格 那就最高最低 然後買進賣出 漲跌 OK 所以這樣的話 要順序就完成了 那接下來的話你會發現 到底那個 比如說以這一檔股票來看 情義這個好了 他昨天開盤跟成交到底是漲還是跌 那如果說呢 你看到數字的話 你可能還要再看 昨天跟開盤好像平盤 然後再來成交 最後成交的金額好像往上 可是問題你是看到數字之後你還要聯想 可是如果今天最好的方式就是你直接在這邊畫個圖 這樣看圖就知道了 如果圖是趨勢往上 那表示說他最後成交的金額是比較高的 那如果成交金額就是那個圖往下 那你就知道原來這個地方的話 那所以待會的話他第二個題目應該是要叫這個DOK了 第二的話呢就是說呢他要我們在L欄 輸入一個欄位叫著收開盤與成交比較 所以其實他就是著收開盤成交 那這幾個欄位的名稱 我看這邊怎麼偷懶直接貼過來 好像不能直接貼 不過有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貼到那個 這個 所以這個有個記事本貼過來 有沒有 他這邊其實可以貼到記事本 然後你可以在這邊改 著收開盤與成交比較 所以這邊多打一個與 然後成交比較 那如果你不用貼到記事本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自己重打沒關係 成交比較OK 然後把這幾個字複製一下 貼到L欄的欄位上面 點兩下把它貼上 或者自己重打也可以 貼上之後的話你會發現 哇他沒有折行 所以第二個他要求我們做什麼 自動換列 還記得好像前面我們做過自動換列吧 那欄寬15 所以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 這邊有個功能就自動換列了 怎麼自動換列 這邊不是有自動換列 對齊方式 裡面的自動換列 找一下 這個還蠻重要的功能 按確定之後的話 他就會自動幫我換列 有沒有換到 那欄寬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選取L欄 按右鍵 之後的話呢 你會發現有個欄寬 那欄寬要多少 要15 現在預設好像是8.38 15Enter 大概這樣 這樣就15的寬度了 然後呢 做完之後的話呢 他要依據著收開盤成交 做什麼呢 做一個 這個折 就是剛剛講的折線圖 然後呢 並顯示標記 標記的話就是那個點要出現 並且套用一個樣式 這個樣式 彩色 頸 就是Lumber 1 第一個 OK 所以喔 首先的話 他折線圖 那我們怎麼樣在這個L1上面 加一個折線圖 而且跟各位講 這個也是新的功能 就是在 應該是以Sale的2010以後 才有這個功能吧 你可以在插入裡面 可以看到有一個叫折線圖的東西 有沒有一個折線 折線的 所以這邊有一個什麼 在插入裡面有一個叫走勢圖 裡面有一個叫折線 當然他還可以直條啦 比較常用的 那我們用折線好了 折線之後的話 他會問你說 那你圖固定就放這裡 那請問一下你的資料在哪裡 我的資料就是著收開盤跟成交 所以你把這三個選起來 那412冒號112 這個範圍選到之後呢 你按一下確定 你會發現呢 這個圖馬上又畫出來 所以這個還蠻好用的 以後喔 說真的啦 你看數字 一定沒有看圖來的直覺 所以像我的習慣 一律用圖來表示 這樣比較不會被嫌棄 不然的話 如果你假設給他一堆數字的話 可能喔 說真的 很多人都覺得 哇這很累耶 看一堆數字 尤其是老闆喔 假設將來你們 對你們的主管喔 他一定是希望越簡單越 最好你把他當 智商沒有很高的人 他就很開心了 OK 你不能把他想像得很聰明喔 那最後的話 標記喔 一定要打勾 所以 做完之後的話喔 我們就可以把他標記立方記得打勾 那什麼叫標記喔 其實打開就知道有沒有發現 有標記 有標記跟沒標記 其實有沒有差 其實感覺有差啦 感覺好像多了 就有點像畫龍點睛一樣的道理 如果你折線圖上面沒有端點 那有個缺點 就是喔 你不知道說到底這個裡面呢 有幾個資料 有沒有 但是如果你有端點的話 你就知道說其實這邊有三個資料 第一個是著收 第二個開盤 第三個成交 然後再來底下一樣向下填滿 不過填滿之前 他這邊有一個樣式 他彩色衣嘛 所以你找到應該是最下面的第一個 有沒有彩色衣這個 你把它點下去 不過跟各位講 因為我們這個題目是Excel 2016的題目 Excel 2016 但是我們這個系統好像是又比Excel 2016更新 所以好像他這個樣式有一點名稱有點不太一樣 你們看一下 好像多一個深灰的樣子 我印象中 OK 沒關係 我們先用這個點一下 然後再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這個地方 他不支援快點兩下 沒有有沒有 點兩下不動 那變成你要自己什麼 往下拉 OK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你會發現 他的好處是 很快的就可以看得出來 每一檔股票 比如說這些都是你投資的標的 你買的股票 然後你可以看到 最後的成交金額 這都往上 這個往下 他昨天收盤是這個行情 像這個例證 他是昨天收這樣子比較低 開盤馬上漲上去了 那成交的時候呢 然後又跌一點點 有沒有就拉回的意思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大概是可以從圖 很快的可以知道說 一個時間跟數量之間的比較 所以以後 如果假設你那個資料 跟時間有關 因為昨天收就昨天嘛 開盤就是今天一大早 開盤的時候 那成交是最後成交的金額 有沒有 所以其實有個時間關係 那你就可以利用 所謂的那個插入 這個折線來表示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1跟2的部分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嗎